中间经纬横论倒亏1.4万 这只高价新股跌超20% 此前三分之一散户气购 炒股就看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A股市场今天上午总体窄幅震荡 煤炭 石油等能源板块再度总体走强 半导体等板块走弱 港股截后恢复交易 主要指数大幅走低 其中恒生科技指数盘中 跌幅一度超过4% 近日A股新股表现备受关注 今天上市的五只新股明显分化 其中三只创业版新股上午上涨 另两只科创版新股破发 其中若按上午盘中最低价计算 中1000伏亏近1.4万元 此前该新股约三分之一的 网上投资者气购 A股市场上午斩幅震荡 上证指数和深证诚值表现相对较坚挺 和科创50指数则明显走弱 行业板块方面 农民募与板块大幅上涨 板块涨幅超过3% 盘中20厘米涨停等多股涨停 能源类板块也大幅上涨 其中煤炭板块再次领涨 涨停 盘中涨幅超过5% 石油板块亦大幅上涨 涨停 电力板块也大面积上涨 半导体 热化工 医疗保健 家居用品 研剂件等板块领跌 大市值公司方面 A股今天上午再度走低 盘中跌幅一度于4% 不过后来跌幅有所收窄 该公司A股股价昨日下跌7.35% 招商银行港股今天上午盘中 一度跌于10% 招商银行昨日晚间发布公告显示 公司于2022年4月18日 发出第11届董事会第38次会议通知 于4月18日以远程视频电话会议方式召开会议 六届民董事长主持了会议 会议应参会董事16名 实际参会董事15名 田惠宇董事应个人原因未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田惠宇先生免职的议案 同意免去田惠宇先生的招商银行行长 董事职务 应留任用 免去行长职务的事宜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免去董事职务的事宜 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外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 关于王良先生职责讨整的议案 同意由王良先生主持招商银行工作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根据招商银行公告的资料 王良1965年12月出生 为公司执行董事 常务副行长兼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行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高级经济师 1995年6月 加入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自2002年起 立练公司北京分行行长助理 副行长 行长 2012年6月任公司总行行长助理 兼北京分行行长 2013年11月 不再兼任公司北京分行行长 2015年1月任公司副行长 2016年11月至2019年4月 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9年4月起 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2021年8月起 任公司常务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 公司秘书及香港上市相关事宜之授权代表 兼任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副会长 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治理高层指导协调委员会委员 业协会中间业务专业委员会第四届主任 中国金融会计学会第六届常务理事 今日跌停 最新市值为171.32亿 4月18日晚间 冬胜发展发布2021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称 立即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为465亿元520亿元 2021年归属净利润亏损45亿元60亿元 2020年其营收715.11亿元 净利润75.01亿元 此前 今年1月28日 荣盛发展曾发布2021年度业绩预告显示 立即公司2021年实现归属净利润1亿元-1.5亿元 同比下降98.00%至98.67% 扣非净利润5209.8万元至1.02亿元 同比下降98.64%至99.30% 当时 对于业绩预下降 荣盛发展表示 受行业政策持续调控 资产减值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 公司在2021年度的开发项目交付面积 较上年度有所降低 同时 由于2021年度截转的开发项目 毛利率下降 从而导致毛利润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而今 面对公司业绩大幅修正及大幅亏损 荣盛发展在公告中解释称 公司在2022年初进行业绩预告时 主要根据当时项目所在房地产市场走势 以及项目所在地疫情态势趋向稳定的形式 依据各项目未来市场可参考 售价计算可变现性质 对从获计体的跌价准备 随着市场形势和防疫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 公司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 对部分会计估计事项进行审慎判断 在与会计时事务所充分沟通后 公司对亿计预告做出修正 截至2021年9月30日 荣盛发展总股东人数为8.656万 截至2021年年末 南方中正500ETF复国 增强A 大城中正红利指数A 义方达中正红利ETF 等50只基金持仓荣盛发展 港股复活节后恢复交易 横止低开 盘中跌幅一度达到3%左右 恒生科技指数跌幅更大 盘中跌幅一度超过4% 港股科技和互联网板块跌幅居前 BEEBEE SW盘中跌超10% 万国数据SW 阿里健康 百度集团SW 美团W等跌幅居前 今天上市的5只新股 上午表现剧烈分化 其中3只创业版新股上涨 另外2只科创版新股 经纬横润 则性破发 若按照上市首日上午盘中最高价计算 中1000新特电器 红斗股份 连胜化学的浮营分别为4135元 6305元和5060元 招股资料显示 新特电器是领先的国产品牌 变频用变压器制造商 主营业务为 以变频用变压器为核心的各式特种变压器 变抗器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及配套产品的销售 公司的核心产品变频用变压器 是变频器的重要部件 为变频器提供电压变换 隔离及一箱等多重化功能 与变频器其他电力电子单元部件 共同组成变频电器系统 应用于多个行业及领域 新特电器此番发行价为13.73元 宏斗股份专业从事高端装备 关键铸件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 是一家具有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深耕铸造行业20多年 始终秉承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在工艺设计 造型 熔炼 胶柱 检测 热处理和机加工等生产环节 积累了丰富的制造经验和生产技术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铸铁件和铸铁件 是下游高端装备配套的特种部件 其中铸铁件主要应用于风电设备 住宿机 泵阀等领域 铸铁件主要应用于医疗器械 电力设备等领域 宏斗股份此番发行价为26.27元 联盛化学是一家 特种精细化工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 以医药中间体 农药中间体 电子化学品及化工溶剂为主的精细化学品的研发 生产 销售及进出口贸易作为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包括加码 丁类纸 阿尔法 乙仙基 加码 丁类纸 安检甲基比乐顽铜 4 绿负2 三伏乙仙基本案水合物 盐3盐 环柄甲铜 乙柄醇 1 2 解2醇 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主要有氢气 乙醇 香蕉水 磷3盐 绿化鲤水溶液 2 甲基负4 5 二氢肤南等 联盛化学此番发行价为29.67元 相较于上述三只新股 另两只新股则现破发 经纬恒润上午盘中 一度低至93.01元 此价格较发行价低23.13% 若按照此价格计算 中一千经纬恒润新股浮亏 13995元 接近浮亏1.4万元 招股资料显示 经纬恒润发行价为121元 公司是综合型的电子系统科技服务商 主营业务围绕电子系统展开 专注于为汽车 高端装备 无人运输等领域客户 提供电子产品 研发服务级解决方案 和高级别智能驾驶整体解决方案 发行仁业务覆盖电子系统研发 生产制造到运营服务的各个阶段 通过长期业务积累 公司形成了以包括一汽集团 纳维斯达等国内外整车制造商 和英阿法 安通林 伯格华纳等国际知名汽车一级供应商 为核心的汽车领域客户群 同时获得了中国商费 等高端装备领域客户和等无人运输领域客户 财务数据方面 经纬恒润 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326 236.40万元 同比增长 31.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4 618.73万元 同比增长 98.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 137.85万元 同比增长 87.83% 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2022年1-3月 立即公司营业收入为 66 0万元至 72 0万元 立即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 0万元至-2 0万元 立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 0万元至-6 0万元 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 此前经纬恒润新股 出现较大规模的网上气购 数据显示 该股网上气购金额近4亿元 气购数量占新股发行总数的比例为 10.8698 网上投资者气购数量占网上新股发行总数的比例 更是高达1 3 均为信用申购以来的较高气购水平 不过网下投资者并无任何气购 应急新上午盘中一度低至21.77元 此价格较发行价低10.15% 若按照此价格计算 中一千应急新新股浮亏1230元 招股资料显示 应急新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 高品质数模混合芯片设计公司 主营业务为电源管理芯片 快充协议芯片的研发和销售 应急新持续推出高性价比的 智能数模混合芯片 提供的电源管理芯片和快充协议芯片 广泛应用于移动电源 快充电源适配器 无线充电器 车载充电器 TWSRG充电仓等产品 公司合作的最终品牌客户 包括小米 OPPO等知名厂商 发行人在报告期内 产生销售收入的产品型号约230款 对应的产品子型号数量超过3000个 芯片销售数量达到17.28亿颗 感谢观看